好的 我是肖岳 iOS 16.2的正式版是已经发布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想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的版本 到底更新的哪些新的例如 首先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更新就是 16.2当中加入了苹果 刚刚发布的Apple Music Scene的功能 只要你是Apple Music的订阅用户 你点击一首歌曲之后 在歌词页面就会出现一个麦克风的开关 通过手动调节的话 iPhone就会按照你设定的强度 自动的去降低原唱的人声强度 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伴奏一展歌喉了 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这个功能因为是基于神经网络引擎的实时降噪 所以并不是所有设备都兼容着功能 并且根据我的测试的话 强度开高之后音质会有明显的失真 所以你平时如果只是拿来娱乐一下 还是足够的 然后iOS 16.2的第二个功能 也是我期待已久的这么一个更新 就是Apple为iPhone14 Pro系列的吸屏显示 终于带来了纯黑显示的功能 现在我们只需要打开设置 在全天候显示这里 取消勾选显示壁纸就可以了 因为老版本的锁屏壁纸是会强制显示 所以手机的耗电会难免增加 不过好在16.2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设置里手动的选择 是否显示壁纸或者是通知消息 这个功能无疑是大大增加了 吸屏显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用性 并且还更加的省点 然后iOS 10.2的第三个比较大的更新 也是带来了WWDC上演示的多人协同软件 FreePhone无编辑 这个软件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共用的画布 你可以通过iPhone iPad或者是Mac进行绘画 插入变迁 文本框 照片视频等等 并且你可以把画布共享给其他的用户 所有受到邀请用户的实时操作 都会反馈在画布当中 经过了多个测试版本的更新 无编辑在正式版的流畅度和享用速度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是一个很适合多人协同创作的这么一个 软件 并且是免费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大家也可以尝试更新一下 第四个关于10.2的更新 就是在iOS的锁屏界面当中 增加了睡眠和用药的小组件 你现在可以打开锁屏界面 把睡眠时长或者是每日用药情况 添加在屏幕上 也可以一键直达查看睡眠状况 或者是提醒你下次的用药时间 这点对于关心身心健康小伙伴来说 应该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新系统的第五个更新 就是在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的实时活动当中 带来了体育赛事比分的显示的支持 就比方说你现在可以通过灵动岛 获得NBA英超联赛的实时的比分情况 因为我的港区订阅貌似没有比赛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在的地区支持的话 大家不妨可以打开自带的Apple TV去看一下 然后第六个升级就是 Apple同时也更新了家庭应用的底层架构 你打开家庭之后 它就会提醒你升级你家庭中的网关系统 HomeKit新架构提高了应用程序 在控制智能家居这方面的性能效率以及可靠性 并且后期我也会更新更多的关于智能家居的视频 大家可以点下关注以免错过后续的更新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评个论最好还能转发一下 我是明晓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